王爷,属下收到消息,这几日却有一伙行迹可疑的雪月人正朝着雪月果的方向而去 王妃一定被他们带去雪月果了 等休整一晚,咱们继续往雪月果追 是 王爷,不好了 皇上派了八百里加急,要召你回去 八百里加急 糟了,王爷,皇上一定是知道了那山里军营的事了 离王皆旨 讲 凤天承运,皇帝诏曰 离王身为大将军王,没有战事,竟私自调兵 善离职守,有谋反嫌疑 先招你立即回京,接受调查,钦此 王爷,皇上已经知道了你私自调兵一事 大为震动,要立即见你 还请你跟小的回去,面见圣上 你是在命令本王 小的不敢,小的也是凤凰命行事 还请王爷不要让小的为难 你是在用皇上压本王吗 你一个小小的传信兵竟敢这么对本王说话 找死 我 给你一次机会,马上消失在本王眼前 否则别怪本王不留情 是是是是,小的马上走 王爷,你又失眠了 想到王妃下落不明 我怎么也睡不着 王爷,你不要担心 王妃一定会没事的 莫莉 你说王妃她在哪儿 她究竟怎么样 我真的很害怕她出事 她要是有事那我怎么办 孩子们怎么办 我们的家怎么办 王爷 王妃福大命大 肯定会没事的 而且 大皇子不是说了吗 还没到一百年的时间 龙牵涉绝对不会伤害王妃的 可万一王妃不是她掳走的 而是另有其人呢 我派了那么多人去找 连一点悦耳的消息都没有 我真的很怕她有什么不测 都怪我不好 是我没有保护好她 说不定她现在正在受苦 而我却不在她身边 我真是该死 王爷 谁都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 我相信王妃一定会没事的 你已经几天没合眼了 应该好好休息 等咱们休息好了 再去找王妃 好 你先去休息吧 我随后就来 楚勋臣拒绝第一道圣之后 过了一天 宫里又给她传来了第二道圣之 召她回去 同样 楚勋臣也没把第二道圣之放在眼里 没想到之后的几天 她连续收到了四五道圣之 一道道圣之像催命符一般 一道比一道急 一道比一道紧 但是楚勋臣依然没理会这些圣之 直接带着人一口气奔袭到了楚国的边关 西州城 王爷 你看 咱们到边关了 太好了 只要出了边关 咱们就能进入雪月国国境 营救王妃就有希望了 沈将军 辛苦你们了 王爷何须说这些 我们打关仗了 这点辛苦算什么 倒是王爷你 一直担忧王妃 都没照顾好自己 你可要撑住啊 你放心 老王没事 咱们先在这里修正一下 等一下就出关 王爷 王爷 不好了 瑞王率领一万千兵追过来了 什么 瑞王追过来了 是的 速度极快 听说他们很少休息 跑走了很多马 就是为了追击我们 大家小心 哈哈哈哈 离王 你竟敢私自调兵 企图冲关 你好大的胆子 瑞王 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你回去告诉皇上 离王妃被雪月国的奸细掳走 本王身为他的丈夫 必须要去雪月国救他 救离王妃 本王还以为是什么大事 离王 你身为大将军王 理应镇守京城 保卫皇上的安危 而今你竟然私自出京 你可又把皇上放在眼里 难道你认为本王救自己的妻子 只是件小事 难道你认为离王妃的性命 比皇上还重要 皇上龙体安康 离王妃却生死不明 危在旦夕 作为一个男人 如果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 还算什么男人 对 离王妃玄乎济世 救死扶伤 救了那么多老百姓 咱们应该去救她 否则 岂不叫天下人寒心 离王 王妃却生死不明 怎麼 逼王妃却生死不明